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主里面相聚跟敬拜 我们的主日即将开始 现在让我们来看教会的报道事项 亲爱的家人们 4月1日起 主日崇拜将恢复两堂聚会 第一堂主日是早上9点半开始 第二堂主日是早上11点15分开始 请家人到现场与我们一同敬拜神 线上直播时间改为早上11点15分 也欢迎未能到场的家人 使用Zoom或YouTube线上参与 北圣神学院下一季课程即将开始 有兴趣报名4月到6月课程的弟兄姊妹 可到北圣网站查看详情和报名 本年度第一次洗礼 预计在4月9日复活节举行 请已决志并有意报名洗礼的家人 把握时间向平凡传道报名 教会要成立关怀探访小组 关怀需要被探访的家人们 若您有感动参与这项服饰或有相关的问题 请在教会门口的关怀探访小组摊位报名 或与江平凡传道联络 若有看望探访需要的家人们 也请联络江平凡传道 电话是650-469-2125 或email至9987fan at gmail.com 想知道如何跟孩子有效率的沟通 培养孩子自律的品格 和其他亲子教育的秘诀吗 可别错过3月26日 谢刚博士的亲子教育讲座 谢刚博士2014年受洗 现任职加州公立学校心理学家 从事学前儿童到高中生的行为管理 教育心理测评及咨询 讲座从11点开始到下午1点 在新唐副唐举行 请大家扫码报名 敬拜团队春季Audition开放报名 请以受洗且有感动服饰的家人们 到hocfight.org slashjoinworshipteam 阅读详情和填写报名表 3月26日报名截止 谢谢您参与服饰 2021年9月 我参加了第一期的静默祷告小组 在40天中学习静默祷告 操练与神更亲近 我们学习的方式是 每天读一本教导如何静默祷告的书 操练20分钟的默想 当我定睛在慈爱的主耶稣身上时 我意识到 神对我是满满的爱 家有两个高中生 和正在迈向更年期的我 更年期与青春期的战火 在主的恩典和我的静默祷告中慢慢的平息 如果你每天有忙不完的焦虑 我诚挚地邀请你来参加静默祷告小组 在安静的大能中 体会耶稣的恶是容易的 静默祷告新的一期 将在3月16的中午开始 期待和您一起学习 将请请上网 特色支持小组 就可以报名参加 弟兄姐妹很开心 我们教会已经停留两年多的 这个彩蛋活动 在今年的4月1号 又会再次的开始 这个活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 因为我们希望借由 跟City of Cupertino一起的合作 能够带人来认识我们的上帝 也认识我们的教会 我们需要你的祷告 也需要你的参与 在不同的服事上面 我们都有很多的需要 求主自己来祝福你们 当我们一起来服事的时候 看见神的荣耀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 我们的预备的活动 今年复活节巡蛋活动 将在4月1日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 在Cupertino Memorial Park举行 欢迎大家邀请家人和朋友 一同参加 让我们继续为着刚才所报告的 事项跟教会的事工来代表 现在让我们预备心 准备来敬拜神 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用欢喜快乐的心 来与神相遇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